我好奇的事情是 以您的職業 既然是一個 電視台的 主播 主播 那您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 分享一下您的經驗 您認為說在台灣 因為你們要 要上 要弄一個節目出來或怎樣 你要考慮到整個人群的分布 誰有多少人可以接受 這個東西 所以我的問題是 以您的經驗 台灣最近在發生的政壇的事情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能夠像漢娜這樣去評論分析 同樣的事情 或者說這樣問 或者是太不客氣了 以您的經驗 你認為有多少人可以做 像漢娜一樣 這樣的問題 好 完全切揍 這個重力 也就是如果從我的角色去做出發的話 我現在在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以現在的政策 這並沒有喪失掉人命 的這個問題 因為納粹跟 納粹跟這個猶太 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劇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換化成 我們這塊土地上 曾經發生過的悲劇 好的 這樣來看 像228事件 同樣有一大群人 就這樣 因為在那個時代的 任何一個世界一定有它的時空背景 那我個人 如果要聽我個人的話 OK 更好 我要講 我自己曾經做過 啊 這很long story 可以聽嗎 就是說 我剛剛其實有談到一點 就是說 真理也許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事實是存在的 但這個事實我不敢說 100% 但是每一個人有他看到的事實 OK 那這個事實要就是呈現 當他跟政治正確 有這個思考嗎 有時候我們因為群眾也是一個壓力喔 而且公民的力量也是一個壓力喔 就像那一天那個誰 羅志強說一句什麼 他說 跟馬總統站在對立面 是需要勇氣 呃 是不需要勇氣的 但是跟他站在同一 也是需要理想器 我一點都不認同 因為我覺得跟權力者站在同一邊 怎麼會 這應該反過來講吧 我要 我應該是跟權力者 對立 我才需要勇氣吧 一定是這樣 當我接 我受到國家機器的迫害的時候 我才需要那個 勇氣 是這種感覺 我自己曾經經歷過 就是在做二二八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從 我其實都是一個 我本來是一個可以理十八趴的教練 老師 我那個年代 因為在剛好遇到這個學生運動 就是我們學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社會有太多不公不一的事情 於是我毅然決然就辭掉那個工作 然後就開始來當記者 所以我自己本身 內心的那個使命感是蠻重的 那我後來當了記者之後 我才漸漸開化我的頭腦 不然以前喔 在那個 因為你要當老師的 想必然 在我這個年紀 一定是會被 某種程度洗腦 洗啊洗一洗 我承認我以前 而且我還是那種 會當選全國優秀紀念的那種孩子 在當洗 所以我也洗得很嚴重 直到我原來當記者 我開始發現一些 我被討論 不能說的事情的時候 我的那個反抗的力量就好大 因為我才會發現說 我怎麼以前被欺騙那麼多 我更生氣的 我怎麼被欺騙那麼多 所以我就想 有照一日 我也要把這些 真的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 這些真實的人民的故事 我是要講那個真實 那個事實 就真實人民的故事 給報導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 我來開始做 霍摩沙斯建復啊等等 就開始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去講 那是真實的發生在人民身上的 那我很清楚 為什麼以前其實我開始跑政治 政治常常會流於一種口水 或一種口號 那我不要那個 我要真實發生在人民的故事 因為我花現在都花好長的一個時間 都在做人民真正的故事 好 後來呢知道 二媽在60年的時候 我想 夠了吧 我們已經 台灣再次政黨 再次政黨領地了 還沒 零七快了 對 我想說台灣已經政黨領地 已經走到了一個 我們是非常民主自由的 這是我深信的一個裡面 自由民主的社會了 應該可以拿出來討論 沒想到一遇到選舉 那一年 因為快要選 又要快要選總統了 還是一樣 你會被拿出來拼動 你知道嗎 那今天 我不講太多 因為也不知道在場 觀眾看的是什麼 哈哈 我不講太多 被那個國家 力氣迫害的一個 一個 detail 但是確實是遇到這些事情 那我是很難想像說 天啊 我已經到了 二十幾世紀 台灣政治民主已經走到這階段了 我還是 我還是 會遇到的 某種言論警察機關 去牽制我 但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 感受 在那個時候 當有那種人 當有人一直 一直灌輸 一直就是攻擊你的時候 你到底還有多少勇氣 我曾經在一次 女性團體的一個演講裡面 就他們後來把這些事情 發落幕找我去演講 然後最主要 他們最後想要問我的問題 就說 經過這些 OK 國家機器可能對你的消磨 你到底還有多少勇氣 繼續去做 你本來就覺得 是對的事情 一樣的道理 這個 漢娜她也是 好多人批評她 可是她講的 就她的視角去看 她所看到的就是這個真實 這個真實 難道我不能把它講出來嗎 我認為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就像她說 她美國 她感覺她來到美國 像個Paradise一樣 因為 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 我可以講的 既然如此 那大家為什麼 放掉你 可能真正羈絆在你心中的 那一場悲劇是什麼 這不代表悲劇不存在 這代表你現在怎麼去看那一個事實 因為我們堅持Focus在這個被審判者的身上 原來她是一個那麼不會思考的愚蠢者 而不是一個真正背後主導的惡魔 知道這意思嗎 好 所以我剛剛在講 我還有多少引擎 後來我就想 對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 我覺得人心中的價值是不會變的 但是我的方法上 可能會有一些轉變 讓我可以更 不用去承擔這麼多的 burden去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那個價值是不會改變的 好 所以我就說今天如果 當你在陳述一個事實 而這個事實 你覺得你在還沒有出版之前 你就知道 一定會引起那些 那些人的反彈的時候 你要不要做 好 如果你決定你要做 你就要承擔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他裡面的這個理論 所講的 其實這個平庸 為什麼叫邪惡的平庸 因為這麼邪惡的事情 居然是有一個 那麼平庸的人去做 這有時候想起來就很不值 你知道 就是一個那麼平庸的人 他只是一個不會思考 一個官僚體制下的一個 nobody 他只不過是去執行了他的order 這個長官的order 他就去做了這件事 結果他成就那麼大的邪惡 OK 那可是在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除了看到這個之外 也就是說 我真的覺得他引起社會 也就是說其他人反他的 是因為有一塊人 他絕對有一個價值是不容侵犯的 就是說有猶太人他們的團結 他們覺得那個被禍害的 那個層次是存在 所以你不容把猶太人的領導人 那個領導人 也成為這整個悲劇的共犯結構 我就真正讓大不爽的 應該是在這裡 但這裡面 他就就如他所說 他就是那麼一句啊 一句話 那他真正在探討是一個平庸的邪惡 那我就做媒體上來講 我也常覺得 你到底看過那本書沒有 你看過你再來做評論吧 就是那時候我在做 他只是針對你一個 某一格的停格的畫面 他就有無盡的批判 你到底看過兩個多小時的片子沒有 你可能沒有 你就在批判 這在我們傳播理論裡面 有一個沉默的螺旋 就整個大家都陷進去了 那個聲音很大 所以我就不敢講話 會這樣 可是我是不是還是 你作為一個理性思考者 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媒體工作者 就是你是一個負責任 有思考性 有理性的媒體工作者 你還是要贏去 也就是說 我有時候在教我新聞性的學生 我也在講 也許我跟學生講 你們以後出去 也許會遇到媒體老闆 不同的色彩 所產生的 某些程度 你覺得什麼的感覺 但是 再怎麼樣 都不容許你說謊 也就是說 事實有這麼多 你可以選擇說 說這麼多 但你所說的都是事實 你就不能 黑的講成白的 白的講成黑的 亂講 扭曲 什麼 都不行 你必須還是要確保 在你可 發生的 範圍裡面 它就是一個事實 我們對於我們所認知 我們所見所聞的 那個認知的事實 去做一個完全的特質 我可以選擇 對於我們不成功 你根本會搭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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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